国土计划法 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 名称国土计划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因应气候变迁 确保国土安全保育自然环境与人文资产 促进资源与产业合理配置 强化国土整合管理机制 并富裕环境敏感与国土破坏地区 追求国家永续发展 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主管机关 在中央委内政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第三条 本法用词定义如下 一国土计划 只针对我国管辖之陆域及海域 为达成国土永续发展 所定定 引导国土资源保育 及利用之空间发展计划 二全国国土计划 只以全国国土为范围 所定定目标性 政策性及整体性之国土计划 三直辖市县市国土计划 只以直辖市县市行政辖区及其海域管辖范围所定定实质发展及管制之国土计划 四都会区域只由一个以上之中心都市为核心 即与中心都市在社会经济上具有高度关联之直辖市县市或乡镇市区所共同组成之范围 五特定区域只具有特殊自然经济文化或其他性质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范围 六部门空间发展策略 指主管机关会商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就其部门发展所需涉及空间政策或区位适宜性综合评估后所定定之发展策略 七国土功能分区 只基于保育利用及管理之需要 依土地资源特性所划分之国土保育地区海洋资源地区农业发展地区及城乡发展地区 八成长管理 只为确保国家永续发展提升环境品质促进经济发展及维护社会公益之目标 考量自然环境融受力 公共设施服务水准与财务成本 使用权力义务及准益公平性之均衡 规范城乡发展之总量及形态 并定定未来发展地区之适当区位及时程 以促进国土有效利用之使用管理政策及做法 第四条 中央主管机关应办理下列事项 一全国国土计划之拟定公告变更及实施 二对直辖市县市政府推动国土计划之核定及监督 三国土功能分区划设顺序划设原则之规划 四使用许可制度及全国性土地使用管制之拟定 五国土保育地区或海洋资源地区之使用许可许可变更及废止之核定 六其他全国性国土计划之策划及督导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办理下列事项 一直辖市县市国土计划之拟定公告变更及执行 二国土功能分区之划设 三全国性土地使用管制之执行 及直辖市县市特殊性土地使用管制之拟定执行 四农业发展地区及城乡发展地区之使用许可许可变更及废止之核定 五其他直辖市县市国土计划之执行 第四条之一中央主管机关应定期公布国土白皮书 并透过网络或其他适当方式公开 第五条国土计划之规划基本原则如下 一国土规划应配合国际公约及相关国际性规范 共同促进国土之永续发展 二国土规划应考量自然条件 并因应气候变迁确保国土防灾及应变能力 三国土保育地区应以保育及保安为原则 并得禁止或限制使用 四海洋资源地区应以资源永续利用为原则 整合多元需求建立使用秩序 五农业发展地区应以确保粮食安全为原则 积极保护重要农业生产环境及基础设施 并应避免临行发展 六城乡发展地区应以集约发展成长管理为原则 创造宁市和谐之生活环境及有效率之生产环境 确保完整之配套公共设施 七都会区域应配合区域特色与整体发展需要 加强跨域整合达成资源互补 强化区域机能提升竞争力 八特定区域应考量重要自然地形地物文化特色 及其他特定条件实施整体规划 九援助民族土地之规划 应尊重及保存其传统文化领域及智慧 并建立互利共融机制 十国土规划应力求民众参与多元化及资讯公开化 十一土地使用应兼顾环境保育原则 建立公平及有效率之管制机制 第六条行政院因临聘派学者专家民间团体及有关机关代表召开审议会 以合议方式办理下列事项 一全国国土计划核定之审议 二部门计划与国土计划进合之协调决定 中央主管机关因临聘派学者专家民间团体及有关机关代表召开审议会 以合议方式办理下列事项 一全国国土计划拟定或变更之审议 二直辖市县市国土计划核定之审议 三直辖市县市国土计划之复议 四国土保育地区及海洋资源地区之使用许可许可变更及废止之审议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因临聘派学者专家民间团体及有关机关代表召开审议会 以合议方式办理下列事项 一直辖市县市国土计划拟定或变更之审议 二农业发展地区及城乡发展地区之使用许可许可变更及废止之审议 第二章国土计划之种类及内容 第七条国土计划之种类如下 一全国国土计划 二直辖市县市国土计划 中央主管机关拟定全国国土计划时 得会商有关机关就都会区域或特定区域范围沿移相关计划内容 直辖市县市政府一得就都会区域或特定区域范围 共同沿移相关计划内容报中央主管机关审议后纳入全国国土计划 直辖市县市国土计划应遵循全国国土计划 都市计划国家公园计划及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一定之部门计划应遵循国土计划 第八条全国国土计划之内容应载明下列事项 一计划范围及计划年期 二国土永续发展目标 三基本调查及发展预测 四国土空间发展及成长管理策略 五国土功能分区及其分类之划设顺序 划设条件土地使用指导原则 六部门空间发展策略 七国土防灾策略及气候变迁调试策略 八国土富裕促进地区之划定原则 九应办事项及实施机关 十其他应关相关事项 全国国土计划中设有依前条第二项 拟定之都会区域或特定区域范围相关计划内容 得另以复册方式定之 第九条直辖市县市国土计划之内容 应载明下列事项 一计划范围及计划年期 二全国国土计划之指示事项 三直辖市县市之发展目标 四基本调查及发展预测 五直辖市县市空间发展及成长管理计划 六国土功能分区及其分类之划设调整 土地使用管制原则 七部门空间发展计划 八气候变迁调试计划 九国土富裕促进地区之建议事项 十应办事项及实施机关 十一其他相关事项 第三章国土计划之拟定公告变更及实施 第十条国土计划之拟定审议及核定机关如下 一全国国土计划由中央主管机关拟定审议报请行政院核定 二直辖市县市国土计划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拟定审议报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定 前向全国国土计划中特定区域之内容如涉及原住民族土地海域或部落及其周边一定范围者 应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规定办理 并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拟定 第十一条国土计划之拟定应邀及学者专家民间团体等举办座谈会 或以其他适当方法广寻意见做成记录以为拟定计划之参考 国土计划拟定后送审议前应公开展览30日及举行公听会 公开展览及公听会之日期及地点应登载于政府公报新闻址 并以网继网络或其他适当方法广泛周知 人民或团体得于公开展览期间内 以书面载明姓名或名称及地址向该管主管机关提出意见 由该管机关参考审议并同审议结果及计划 分别报请行政院或中央主管机关核定 前向审议之进度结果成型意见参采行刑及其他有关资讯 应以网继网络或登载于政府公报等其他适当方法广泛周知 第十二条国土计划经核定后 拟定机关应于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30日内公告实施 并将计划含送各有关直辖市县市政府及乡镇市区公所 分别公开展览 其展览期间不得少于90日 计划内容重点应登载于政府公报新闻址 并以网继网络或其他适当方法广泛周知 直辖市县市国土计划未依前向期限公告者 中央主管机关得尽为公告及公开展览 第十三条 直辖市县市国土计划 拟定机关对于核定之国土计划申请复议时 应于前条第一项规定公告实施前提出 并以一事违宪 经复议决定维持原核定计划时 应及依规定公告实施 第十四条 国土计划公告实施后 拟定计划之机关 应是实际发展情形 全国国土计划每十年通盘检讨一次 直辖市县市国土计划 每五年通盘检讨一次 并做必要之变更 但有下列形势之一者得事实检讨变更之 一 因战争地震水灾风灾火灾或其他重大事变遭受损坏 二 为加强资源保育或避免重大灾害之发生 三 政府新办国防重大公共设施或公用事业计划 四 政府为新定或扩大都市计划 五 其属全国国土计划者 为拟定变更都会区域或特定区域之计划内容 六 其属直辖市县市国土计划者 为配合全国国土计划之指示事项 全国国土计划公告实施后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依中央主管机关规定期限 办理直辖市县市国土计划之拟定或变更 但其全部行政辖区均已发布实施都市计划 或国家公园计划者得免拟定直辖市县市国土计划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未依前项规定期限 办理直辖市县市国土计划之拟定或变更者 中央主管机关得净为拟定或变更 并准用第十条至第十二条规定程序办理 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款 事实检讨变更之计划内容及办理程序得予以简化 其简化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五条直辖市县市国土计划公告实施后 应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通知当地都市计划 主管机关按国土计划之指导 办理都市计划之拟定或变更 第十六条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新办性质重要 且在一定规模以上部门计划时 除应遵循国土计划之指导外 并应于先期规划阶段 征询同级主管机关之意见 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与新办部门计划与各级国土计划 锁定部门空间发展策略或计划 产生进合时 应报由中央主管机关协调 协调不成时得报警行政院决定之 第一项性质重要 且在一定规模以上部门计划之认定标准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七条各级主管机关 应拟定或变更国土计划 需派员进入公私有土地或建筑物 调查或勘测时 其所有人占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不得拒绝 但进入国防设施用地 应经该国防设施用地主管机关同意 前向调查或勘测人员进入公私有土地 或建筑物调查或勘测时 应出示执行职务有关之证明文件 或显示足之辨别之标志 于进入建筑物或设有违藏之土地调查或勘测前 应于七日前通知其所有人 占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为实施前向调查或勘测 需迁移或拆除地上障碍物 至所有人或使用人遭受之损失 应先与适当之补偿 其补偿价额以协议为之 第十八条 为拟定国土计划 主管机关应搜集协调及整合 国土规划基础资讯与环境敏感地区等相关资料 各有关机关应配合提供 中央主管机关并应定期从事 国土利用现况调查及土地利用监测 前向国土利用现况调查及土地利用监测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一项资讯之公开 依政府资讯公开法之规定办理 好 我们刚才再宣读到第十八条 等一下再继续 那么是不是现在我们继续处理 警官法的部分 警官法的草案已经协商完毕 是不是现在请来宣读协商的结论 宣读协商结论 警官法草案部分 第二条第二项第一款第一幕 将对策修正为相关警官对策 第五幕修正为警官业务专案计划之补助 第六幕修正为跨越二直辖市县市行政区以上重要警官地区之调查研究 划定审议核定及督导 第二款第一幕据所增略辖区内 于照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通过 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第三条之一 不宜真定改列为第一条说明 文字如下 重要警官为国民共享之资产 政府应拟定具体对策 妥善规划与保护 使世代国民均能永续享受其福祉 政府推动警官事务 应优先保护现有之重要警官 优化警官内涵 并应创造新的良好警官 良好警官为自然历史文化及生活等要素综合 形塑而成 政府为促进整体警官之调和 得适当规范土地使用 警官保护应尊重地方居民之意愿 顺应当地自然属性发挥人文特色 政府应鼓励机关公司机构团体与国民 合力保护与创造良好警官 并促进观光及区域交流 政府应加强警官之教育宣导与研究发展 推动警官保护意识之启发及相关意识之普及 第六条 文末第二句修正为 提供各该政府警官事务或相关计划之咨询 于照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通过 第八条 第一项续文墨具修正为 应包括下列事项 第一款删除愿警遏制 于照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通过 第十一条 第一项续文巨墨修正为 包括下列事项 于照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通过 第十七条 第一项续文墨具修正为 应包括下列事项 第四款删除 逗点课题及对策等文字 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 第十六条第一项文字 修正为 第一项第五款警官改善项目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 相关目的事页主管机关构 及相关团体代表定之后 改列为本条第三项 于照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通过 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 第十六条 不以争定 第五章 张鸣修正为 评鉴及基金 第二十六条 第一项但书修正为 但法律或自治条例 另有较重处罚规定者 不在此限 于照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通过 第二十六条 文墨二字定之修正为施行 于照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通过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二十一条 保留 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 第六条 划府修正部分条文之后 及委员邱文彦等七十八人提案 第二十六条 改列为附带决议 条次及条文中之条次 授权议事人员调整 通过附带决议事项 第一项 主管机关为推动景观之研究规划 协调分级保护审议核定 督导及管理等事务 得设专责机关或机构 第二项 主管机关因综合考虑生态保育 美学原理 景观要素 资源保护 维持生态系统 重要景观 及其事欲之延续性及完整性 划设重要景观地区 前项重要景观地区相关计划规划之原则如下 1. 依据自然环境 历史风貌 事欲与视觉廊道 统合考虑点线 面之景观条件 划设重要景观地区 2. 维护具有特色之自然与城乡天际线 并保全重要景观地区 并保全重要景点水岸及其匹连地区 事欲之协调性 远续性及完整性 3. 优先评选以保护重要之行道素 受保护树木 公园立地 优良农地 生态保护区 特殊地质地形或地貌等景观或空间 并纳入重要景观地区 4. 保存以维护各类文化资产 水下文化资产 历史街区 人文古道 传统聚落或仪式空间等 重要文化资产周边地区 以维系具有人文特色 与传统氛围之景致或文理 5. 融合自然与人文景观之条件 营造生态廊道 步道 自行车道 及其他重要交通设施 整体轴道之优美景观 6. 调和以改善重要建筑物 广场 纪念碑 圆环等节点或地标 并善用相关专业技术 使城市轴或视域良好之城市景观 3. 为为维护景观 塑造优质生活环境 中央主管机关应定期评选 景观研究 规划 设计 管理等事务 基众基优者颁证国家景观奖章 4. 为办理景观钢要计划 景观计划 景观改善计划 及第14条所定 须经都市设计审议之景观 相关事项等景观事务 应成立景观专业制度 请内政部会商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员会 考选部等相关机关 设置景观祭司 并由内政部担任 墓地事业主管机关 保留附带决议一项 有关都省期限超过90日以后 进行合备 并建议公务人员 如有待乎职守 应受惩戒停职的处分 如都省委员违法失职 应于解聘 其余法案名称张明及各条文军照 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通过 先读完毕 请外报朝案审查完均 请理据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两岸需经党团协商 请推派一位委员 在院会讨论的时候做补充 那就推邱招委文宴 于院会讨论的时候做补充说明 好 我们现在继续进行 是 请 这个草案在邀请相关部会协商的时候 没有邀请严明会了 因为这里面很多都会牵涉到 按照这样的条文来看 显然因为他一直谈保育 显然在都会区 像台北市可能就比较 没有那个很像不适用的样看起来 变成就很主要是在这个其他地区 那其他地区就会涉及到很多原住民族的地区 其实如果请内政部想想看 如果以这个舞台乡 从这个屏中县要往舞台乡那条路 本来因为921 不是921 摩托克 摩托克就坏了 后来就是弄了一个高架的道路 当然这个见仁见智 有的人说很漂亮 那有的人说这个破坏这个大自 大自然美景 这个就变成见仁见智 像类似像这种的 就会跟原住民族地区的 这个大路交通有关系 当然也会跟这个 这个相关的这些管制 那当然原住民族相关的这些要 这些建筑物啊 就不能改建之类的 都会有关系 所以在这个 因为还要协商嘛 协商的时候就请这个能够通知燕民会也能够 相关部会的时候也能够到场 因为这个毕竟这个会影响蛮大的 因为看起来很多都还是在谈保益 看起来很多还是 虽然我们那条条文 放在附带结议 但是后面里面很多的 这个地方 地方在拟定这个相关的 警官计划的原则的时候 里面还是有提到保益的原则 所以这个部分 因为整个这样看起来 好像就跟都会期没有关系 因为都会期就没有什么保益 实际上他也是警官 像101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官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部分 我是建议 是不是还是要请野民会能够来参加 谢谢 我想这个在同学协商的时候 我们对保留的部分 在做深入的讨论 也特别要请我们医事人员 加列我们原刘民会 好 现在我们是不是就进行 接续处理海域管理法的草案 那么因为 昨天在星期一 这些相关的条文已经宣读完毕 是不是我们就现在进行协商 这些相关的条文 还可以 我们必须要追求 都有知道 但这些相关的 Thema 这个相关闭 刚才的永远 这些相关的 有丶 mél 有一种 待会 可 因能报道 如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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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部分 有关关系 感谢观看 或是中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还没有 颈好 颈美元 海巡署這邊有沒有要說明一下 主席 各位委員 首先非常感謝各位委員的指導 那麼正在海巡署的立場 那麼就是說將來的海洋委員會成立了以後 那麼海域管理法 當然是應該由海洋委員會來主政來辦理 那麼在海洋委員會沒有成立以前 海巡署是負責海域的執法 跟走私脫渡的查記等等 那麼剛剛在這個法案裡面 也提到了 就是說在海洋委員會沒有成立以前 那麼它的主政機關 現階段還是由內政部的相關單位來主政 當然在海巡署的立場就海域這一塊 我們也非常願意的來協助 但是等到成立了以後 當然由海洋委員會來接辦 我想這是應該也應該這樣做的 這是我們海巡署的立場一個表達 好 謝謝 好我想這個在體力上面 大家都可以再進一步討論 我想請教一下我們其他機關或者法務部這邊 對於這個將來比如說實施的日期實施的方式 是不是可以另外做一些規定 因為這個機關還沒有成立 那在等它再成立之後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來讓它這個法能夠生效 因為這跟原來的想法是行政院來訂的時間是一樣的 因為這個什麼時候可以實施呢 那是以後再看看嘛 所以對於那個組織 因為這個的確是比較特別的 組織還沒有成立嘛 而且是在處在一個 雖然決定了要成立 但是還沒有成立 像這個時候呢 這個立法的技術上面 或者是一些過去的體力 你們覺得有什麼建議沒有 一般假如要實施的話 認為合適的時機可以由行政院來訂資 本法由行政院來訂那個事情的日期 再最後一條嘛 對 最後一條 這樣子我們稍微休息討論一下好不好 主席好 各位同仁 不好意思 我還是要表達一下 我實在不太願意這樣講 但是我們現實上面對到這樣的問題 國土計畫法 景觀法 還有我們現在討論的海域管理法 其實都是對台灣整體的環境 跟未來發展有非常重要 而且這是一個高度專業性的法案 我們的國土計畫法 結果行政機關是在去年7月才拿來的對案 行政院才提出案子 景觀法內政部甚至沒有任何案子 用修正動議的方式 然後海域管理法 我們基本上連主管機關都找不到 那這個行政機關到底在幹嘛 行政機關已經做了7年多了 快要卸任了 行政機關到底在幹嘛 那這麼高度的專業法案 不必行政機關提出他自己在專業上 該怎麼管理該怎麼處理的相關對案嗎 通通沒有 那當然我們對我們自己立法院同仁 我們也非常清楚 那至少要來開會吧 像這三個法案老實講我都外行 但是我還是每次來開會 我盡量在學習 但是如果我們用這樣的法案品質 我認為對國人沒有辦法交代 行政機關也沒有對案 主管機關也沒有 然後我們審查法案到底在審查什麼 我們到底在審查什麼 不是說反正很重要很重要 先討論再說啦 以後再說 這根本違反立法的原則 那我們在討論什麼 所以我還是要 提醒各位同仁 我也要跟主席報告 我要跟主席抱歉 如果要繼續用這樣的方式審查 那我就拒絕審查這三個法案 好我想這個 謝謝李委員的這個指教 那的確是 我們的法案的審查 確實是 我還是想說 把這個法案的精神再重生一下 我知道這個 我們現在時機是有點尷尬 但是我還是要一再的說明 我們畢竟還是在這個會期當中 會期當中 如果委員會開會 當然是就委員會所定的這些事項 來充分的來討論 那 委員不到場 也不是我能夠 能夠有所說 做任何的一個說明的地方 所以我也沒辦法 那當然我還希望說 我們的立法 立法 意志 上能夠 照原定的這種 時程能夠繼續再進行下去 那我也不希望說 給外界認為說 我們為了要選舉 就放棄了我們立法委員應該做的工作 立法委員本來的職長不就在立法嗎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的職長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四年來 我在委員會 在議場裡面 我是坐在那邊 時間最久的 我覺得 我無愧於心 今天 這個法案 能不能審查通過 當然我也了解 沒有大環境 沒有所有委員 各黨派的支持 是不可能通過 但是呢 既然是在委員會排入議程審查 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當然就應該要參與討論審查 選舉當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們的職責 不對在立法嗎 不對在審議嗎 所以 我今天提出這個法案 是就我立法委員的職責 我提出來 不是說 為了這個 今天最後兩個月 一個月 甚至最後一天 我都覺得說我應該要努力 應該盡我最大的努力 讓這個法案能夠盡量完成 以我們的理想 能夠為國家建立一個 良好的一個制度 雖然它不夠完美 但是我們都盡全力 讓這個制度能夠建立起來 所以今天的法案提出 絕對不是為過而過 為個人的業績 因為對我來講 這個都不重要 我只希望就事論事 能夠就這個法案 能夠建立一個好的制度 海域管理法的提出 其實就是在補足 我們現在的法制上的不足 原本我們的想法 是希望將來成立一個海洋部 海洋委員會只是我們 階段性的目標 但是我們很不容易 在上一個會期能夠通過 這個相關的一個組織法 那這個組織法通過了 只是免為其難的 成就一個小而美的格局 但是未來呢 我還是期待呢 我們的行政院 能夠有更大的格局 國人有更高的一個期待呢 我們對海洋的事物 能夠投入更多的這些努力 那麼在這個海洋委員會 或者是將來海洋部的這個格局之下呢 海陸應該是從國土的角度 應該是共治的 但是呢 從陸到就是從海岸地區 包括我們的內水的地方 包括領海 領街區 一直到專屬經濟海域 這個海洋委員會 當然要有一個主導的一個格局嘛 所以我原來的想法 海岸管理法 海域管理法 還包括未來 以前通過的那個 兩部海域立法 也就是領海 領街區法 中華民國的專屬經濟海域 這個大陸交成法 都要由我們海洋委員會 作為一個主導 甚至海洋部作為一個主導 這樣才是一個海洋國家 只是說我們在行政 這個立法的這個作業上面呢 我們落後都非常多 海岸管理法呢 大家可以知道呢 我們花了多少時間 四分之一四季啊 我們才通過了這個海岸管理法 那麼今天 我們為了要 邁向非核家園 我們要推動再生能源 我們就畫了36塊地區 讓這個 我們的海域的部分呢 能夠發展風力 海上的風力 這個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但是我比較擔心的 這36塊地區 基本上是完全是靠 許可 申請者 只要擺平的漁民 搞定了這個環評 那麼這個海域呢 它就可以來設立 但是風場設立之後呢 你沒有詳細的規劃 它一根根的這個 這個排他性是非常強的 那 我們將來的海上 如果從海上來看台灣 這個福爾摩沙都是風機啊 我們不會應該是這種的規劃 所以才提出了海域管理法 那當然最重要就是說 海域管為什麼這個時候出現 我們是因為看到了 巴巴水災之後 莫拉克颱風之後 馬總統也特別提到 我們制定國土製造法 讓家園更安全 是政府最莊嚴的承諾 他說了這句話 所以我們其實認為說 國土製造法呢 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國土製造法呢 也從民國69年的 台灣地區綜合發展計劃 一直到現在為止 那麼到目前呢 我們也經過了 民進黨執政的時代呢 在2007年 也有國土三法 就是國土加法 國土富裕條例 海岸法 當時有這種想法 也都是希望能夠 讓國土的保育 國土的開發利用呢 能夠做得更好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是認為說 這個法案啊 其實是連動在一起的 也就是未來國家的管轄領域呢 它是有陸上的 以國土加法為主要的這個範圍 那麼海岸地區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 三海里之外到十二海里的 國家主權所及的這個 臨海的這個範圍 跟內水的範圍 也就是說這個海域管理法的管轄範圍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三塊的管轄領域呢 就非常非常清楚 也就各有所依據 今天海域管理法 大家雖然是有疑慮 但是我們是看得更長遠的 這個國家的需要 因為不單是做應急 我們今天解決了 我們在海域規劃的一個問題 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也回應了 我們包括很多反對黨委員 所關心的問題 就是海上的這些封場的建立呢 我們現在沒有相關的一個法規的依據 法律的依據 所以到最後呢 只有各部會相互推下推委之下呢 只有通過了海域工作船 來執行這個工作 海域工作船 那麼民進黨委員也常常會提到 是不是有國安洩漏 國安機密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才希望說 將來這個國家的這個安全 海域的規劃呢 應該有一個法律嘛 目的是在這裡啊 所以這也是回應了 很多我們反對黨委員們的這些關切 因為我們從三海裡到十海裡 是沒有相關的這個法規依據的 法律依據的 這就是我們今天海域管理法呢 所希望能夠達到的一個目的 那麼這個部分呢 我想這樣子 因為 既然有委員 退席抗議 那我們就暫時先擱置下來 那我們現在呢 休息一下 請大家等委員 都到場 我們再繼續開始協商 好 還是說我們現在進行這個國獨教法 是不是大家的意見怎麼樣 要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就繼續進行國獨教法 好 好 我們這樣子 休息五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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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為一些估國的防海,根本就被作出了。 你們都不能提交了,給不要緊張。 好,我現在的機會過來了。 我現在已經可以去節目,我現在有的機會去到外面。 我現在有的機會去做主席,我現在有的機會去。 我現在直接去做主席,一包包包包。 我一定要帶周長這麼多人。 唯有的,我們有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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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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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